全球每年有40万名儿童罹患癌症 每3分钟就有一名病童死亡 2月15号是国际儿童癌症日 花莲实际医院邀请多位癌症病童 以及家属分享心路历程 期盼增进社会大众 对于九大儿童癌症警讯的关注 以达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机会 有医生告诉我 爱说需要博学移植 大学我很担心 因为我只有一个孩子 就是病情要早点治疗 不然太晚治疗的话 越拖越疯独越痛苦 现年14岁的古小妹 2岁多时罹患白血病 在花莲实际医院历经两年多的治疗后 9年来拥有健康的生活 另外在4个月大时 发现身上不明斑点 确诊为白血病 在花莲慈院完成骨髓医植的 一岁半越南疾病童安苏 在母亲陪伴下 一同健康出席分享心路历程 我们过去这一两年在发展的就是 除了西医的标靶疗法 还有细胞疗法 卡尔滴疗法 我们还多发展的一个中草药的精准疗法 像我们的艾草 还有其他的菌草 它可以把抗药性的癌细胞 可以把它消灭掉 它可以关闭这些很多很多基因便利的癌细胞 我们可以把它关闭掉 让它又不会有抗药性 标靶药又有效 所以我们叫做中西医额良 所以我们希望借着中西医额良 变成这边发展是癌症的最后希望的地方 2月15日国际儿童癌症日 华临慈基医院呼吁民众认识九大儿童癌症警讯 儿童癌症不像大人有所谓的癌筛 没有所谓的什么分辨筛检 口腔黏膜筛检 子宫颈来的子宫黏膜筛检 儿童癌症它没有这些筛检的工具 儿童又没有办法主动的表达它的一些不舒服 那这些早期的讯号可能就需要家人 或者是学校的老师 或者是更多人的去有这样的一个警觉性 能够让我们早期的发现 那儿童癌症基金会有把这些早期的讯号 把它做了一些整理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儿童癌症的九大紧针 那九大紧针里面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发烧 小朋友发烧不是很奇怪的事 可是发烧超过一个礼拜找不到原因 就要很小心了 另外小朋友偶尔会看到脸色长白 偶尔会有一些初学点 偶尔会撞到O3 那可能也不见得有什么太大的一些问题 可是如果这些症状越来越严重 那这样还要很小心 再来有一些情况 他原本的一些活动 原本的一些讲话都对答如流 那可是如果发现 怎么最近怪怪的一直在昏睡 甚至一些睡觉会起来呕吐 那这个可能是一些神经系统的肿瘤 这个也要很小心 那小朋友常常会说这里痛哪里痛 有时候只是头拍 有时候只是撒娇 不过这个痛如果干扰他的日常生活 日常的一些睡眠 那这个痛也不是正常的痛 那如果这个生长发育的孩子 本来都维持着很好的一个速率 那这个速率突然掉下来 突然间不长 甚至一直往下掉 一直消瘦下去 那这也是一个有问题的 华林词院表示 儿童癌症与成年癌症不同 家长应留意不明原因发烧 肿快疼痛 淋巴结肿大 出血生长发育改变等症状 儿童癌症能早期治疗 恢复健康 词院采中心医合疗 并结合艺术及音乐的进化医疗 期盼加强民众警觉 从小共同守护小朋友的健康 快乐长大 记得讲帮院华林诗报道